中安 大部分是石墨化的地區 農業發展相對滋厚 我剛來的時候 種族經驗也不足 長出來的草 比我們的火龍果還高 但是這個地方 綠光更加充值 我堅信這邊的紅土地 能夠長出好果來 能夠長出好果來 當時家庭生活很難 我女兒又想補大學 打的人工 一個月只有七八百塊錢 16年的時候 業廠長招我來做工 省樓都得到了改善 傳統的這些做農業 體力勞動更強 交火龍果的時候 我們需要就能背進去 火龍果經濟價值比較高 大很驕貴 開始的時候 確實也沒有經驗 眼睜睜地看見 這個產量就下降了 一點辦法也沒有 要增加基地和人民的收入 就要提升我們基地的農作物的產生 像農安這樣以農業為主的小鄉村 在廣西很普遍 勞作辛苦 收入有限 年輕人不再願意從事傳統的農業 或卻需要實現農業機械化 智囊化 自其中離不開高速的寬帶網絡 智惠農業能夠定期 檢測出土壤的營養 然後精準進行撕毀 一年的一畝幣可以接約一千塊錢 根據氣溫的變化 在高溫的時候 它會自動地進行噴零 以前一個人澆水 一天整年澆十畝幣 現在一天就完成了五千五百畝 再也不用頂著太陽 一桶一桶地進行丟掛了 而補光系統 它是利用往上冬天的季節 一年可以增加 四批掛火器 產量提高了太多 目前我們和華為合作 採用了華為星光光中端 打造了高速的千兆光網 保障了火龍果基地商產系統中 來自補染、氣象、田間農作物 動態數據的實施傳輸和處理 包括每天可視化的溯源系統 40多GB數據快速上映 有了瓦肉以後 為了大家能夠吃到我們基地種的火龍果 雖然我年齡大了一點 但是也學著人家做瓦肉多帶貨 我們這個火龍果有一個身份證 知道這個火龍果是藏在哪一塊地 瓦肉和農業即使進步 帶來了產值和收入的提升 也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 把自己的這個土地 當成自己孩子一樣 你最大漢戶 它一定會對你回報 現在是有8秒4倍的 很自主很開心 我相信不僅是隆安縣 千兆光網會更深度地融入廣西的土地 讓農業商產不再艱辛 讓鄉村經濟狂華活力 讓我們過上更好的生活 一般進行 都是這個火龍果的 這個火龍果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